午安您好 欢迎您收看非凡政务新闻 我是陈宏慧 东北亚的局势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上周二 北韩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 引发了国际谴责 但北韩依旧有恃无恐 今天北韩官媒更是宣称 平壤当局已经成功研发出 能装在洲际弹道飞弹上的轻弹弹头 如果这项消息属实 北韩的攻击力和威胁性又将再度升级 一篇报道加上几张照片 北韩昭告全世界自家核武技术又跟上一层楼 北韩声称已经有能力 在洲际弹道飞弹上装上轻弹弹头 北韩官媒的报道还指出 清淡的零组件全部由北韩自行生产制造 北韩夸耀核武实力让国际社会大持一惊 虽然北韩早在去年一月就宣称世报违行清淡 但外界普遍质疑北韩夸大其词 这次公布的几张照片 专家也还在分析真实性有多高 北韩在今年七月亮度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射程范围可涵盖美国本土 这次北韩扬言 飞弹攻击力再度进化 清淡可在高空引爆 北韩带来的危机升级 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 记者王新外和佩山综合报道